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于临床的吗?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青霉素的故事 在上个世纪40年代以前,人类一直没有找到一种能高效治疗细菌感染 且副作用小的药物,所以当时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很高 例如当某人得了肺结核,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得了绝症,只能等待死亡 人们一直在寻找这种治疗感染的药物 青霉素的使用改变了这个困难的局面 而青霉素的发现则是一次偶然事件 青霉素是英国微生物学家Alexander Fleming首先发现的 Alexander Fleming于1881年8月6日出生在英国苏格兰的洛克菲尔德 由于父亲早逝,童年的Fleming并不顺利 这也造成了他身材比较矮小,性格也比较内向 但同时也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能力和善于观察的习惯 后来由于偶然得到一笔遗产 他有机会进入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学习 毕业后又在这家医院工作 后来因为荣俊梅的发现,他被升为教授 1928年7月下旬,Fleming因为急着去度假 将许多未来的及清洗的长满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培养机落在一起放在实验台下 度假归来之后,他拿起顶层的一个培养机 发现培养机的边缘有一块基菌缺失 旁边还长着一株黴菌 经分析发现,正是这株黴菌所产生的物质杀死了葡萄球菌 后面呢,他把它定名为青黴素 1929年的6月呢,他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 但是遗憾的是呀,这篇论文发表之后 一直没有受到科学界的重视 而Fleming本人呢,也没有找到提取高纯度青黴素的方法 直到1938年 德国的化学家 Chin在旧书堆里看到了Fleming的那篇论文 于是他开始做提纯实验 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病理学家 Fleming他们同时在牛军大学做教授 一块开始进行研究 在1939年的时候 Fleming将他原来做实验的菌种送给了他们 他们呢,就准备对青黴素的作用和提取方法 进行系统的研究 Flory和Chin在1940年用青黴素重新做了实验 他们给八只小鼠注射了致死量的链球菌 然后呢,给其中的四只用青黴素进行治疗 给另外四只呢,没有用药 结果用药的四只仍然存活 而没有用药的四只很快就死掉了 那么,证实青黴素对链球菌有很强的杀伤作用 后来一系列的实验 又证明对白猴杆菌等多种细菌感染均有治疗效果 青黴素之所以能够既杀死病菌 又不损害人体细胞 原因呢,就在于青黴素能使细菌细胞壁的合成发生障碍 导致细菌溶解死亡 而人和动物的细胞没有细胞壁 所以没有作用 后来呢,Chin和Flurry做了大量的实验 提高清黴素的产量 但是呢,还是不能用于临床 有一天,Flurry下班以后 在实验室大门外的街上散步 建造水果摊摆了很多西瓜 他当时想啊,这段时间工作进展不错 买几只西瓜慰劳一下同事们吧 于是他走进了水果店 随手抱起几只西瓜 交了钱以后就要走 突然呢,他看见柜台的旁边上 放了一只挤破了的西瓜 这个西瓜呢,虽然比别的西瓜大 但是呢,他有些地方破了 而且长了一些霉斑 Flurry盯着这些霉斑看了很久 又皱着霉头,想了想 他忽然对老板说 我就要这一只了 然后呢,他就把这只长了霉的西瓜 抱回实验室 从这个西瓜上取了一些绿霉 进行了培养 不久呢,实验结果出来了 让Flurry非常兴奋的是 从烂西瓜里得到的清霉素 竟从每立方厘米40单位 一下猛增到200单位 美国制药业呢 就在1942年 开始了对青霉素的大批量生产 二战中 由于青霉素的使用 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1945年,Flyming,Flurry和Chain 因为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作用 而共同获得了1945年的 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